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夫汽车的兵行丁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706集 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是第7集的诺牙的战斗套装 这个头雕的话是这个样子 但玩具做出来的却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面雕的话是用了幻影这个人物在电影里头 它的一个弃案是一个废弃用的一个插图里头的头雕 所以说虽然跟电影里头是不太一样 做出来不太一样 但它也是有它至今的一个梗 那我们可以对比一下里头的一个 这个CGI的这个图跟这个玩具本身 它的接近度还是很高 胸口的造型两片的这个类似于是OP这个胸口一样的造型 腹部的一个部分 还有腿 这个地方有一个斜过来的一个造型 那延伸到小腿的部分 其实它把握的还是都蛮不错的 包括肩膀这一带 这个像是进气孔的部分 在这个玩具身上也都是有做出来的 所以说除了面雕是大幅度的修改之外 其实整体来说必须要提及并赞美一下 做的还是可以的 它背后的话有一个像是飞行的翅膀的东西 这个一旦把这个装上去之后 它这个头的话是可以往上这样子 它就真的可以有一个飞翔的一个感觉 OK好吧 就当成它真的是一个飞行用的一个背包 货真价实的飞行背包 这个造型我给过吧 它从后面的这样轻松一取就可以拿下来 那我们的单纯来看一下它的人形 它就是一个可动的人偶了 它的一个腰部的话有一个斜角的一个造型 这个我倒觉得做的还是相当可以 然后头雕的话360度的转动 头刚往上抬刚看过了 另外一侧的话这个是武器 这个应该是一个像是匕首吗 还是一个手炮什么的 那这个的话就货真价实的手炮了 而且它内部还有涂上这个橘黄色 有一个类似于是一个火能量汇集的感觉 这个卧室非常简单 这样一转一下 手炮就给拿下来了 那脚前后左右踢 关节虽然是球关 但是目前为止感觉还不赖 这个一体性到现在还是挺好的 然后背后的造型也没有什么很大的破绽了 并没有 然后塑胶的颜色也算是不错 这个平良心说这是一款小比例的玩具 但是做的我觉得还是可以 这个光打下去之后反射的光泽什么的 都还在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 另外的这个飞行背包 这个翅膀两侧可以打开 然后的话 这个按照书的一个指示 它是这里放上去 你就可以当它是一个干脆是一个战队 是一个团队的感觉 那两者也是可以再合体的 就是把这个飞机的这个部分的话 把它给打开 当然这个这个纯粹是应该是只是一个玩具 要把它就是怕你太无聊吧 只买了一个人回去太无聊 所以它硬是增加的这些增加了这个飞机的这个部分 应该是因为电影我有看嘛 我完全没有办法想象说 这个飞机跟这个诺亚这个男主角究竟在电影里头有什么互动 应该是没有了应该是没有 我想一下它是空军退伍的吗 还是怎么样 我反正我不太记得 好吧 反正就是各位就是当成是一个附赠品吧 那这个就变成一个 OK 飞机 那这个飞机到底 这个一个人 然后这个飞机 这个到底变成 真实比例到底是多少 这个反正是个是个谜 是个问号 大家都不要 不要纠结太多了 你就觉得 就这么样一个这么样一个人偶啊 配一个飞机这样子的玩具 我觉得还可以了啊 还可以了啊 这在我能接受的范围啊 那这个武器因为只有一侧 所以它的造型就会就会有点不太一样 那两个脚掌就露在后面 那其实平常的话应该没事 也也应该也不至于说把它弄成是这个飞机的状态了 我觉得应该是大家应该不会这么玩 然后我们就稍微就做个简单的调整 推过去一下啊 这个翅膀你可以收起来 也可以展开来要飞的时候展开来吧 不用的时候我们就收起来啊 平常的状态下呢 还是让它以一个飞行背包的形态的话呢 跟这个诺亚做一个组合的互动吧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呢 应该还可以啊 OK吧 那就 那就也是不错的小玩具了 真的是还可以啊 爱无极无把第七集的电影我就喜欢没啊 那就利用这一集给各位做一个分享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